大家好 6月要多吃这些的面食 不用擀皮 简单省食 出锅底部焦香酥脆 内里松软咸香 蟹料鲜香味美 就连挑食的孩子都是抢着吃 好吃美味还不花钱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小碗中加入两克的白糖 两克的酵母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把酵母粉和白糖搅至融化 接着分少量多次的倒在200克的面粉里面 边倒边快的搅拌 把它们搅成絮状 搅成面絮状之后 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最后我们给它揉成一个 稍微偏软的光滑细腻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放一旁松弛10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馅料部分 今天从地里面采来一些麻子菜回来 大家看一下特别的鲜嫩 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这个季节多吃一点麻子菜 对我们的身体好处非常多 把麻子菜摘回来之后 我们只留上面的嫩叶 把下面这个老梗给它去掉 不要就可以了 麻子菜全部摘好之后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长江水 然后再加少许的食用盐 下手给它洗一下 大家切记我们吃麻子菜的时候 千万不要吃雨后的麻子菜 雨后的麻子菜容易发酸 洗麻子菜的时候也不要洗得太长 稍微给它洗一下之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控水 接下来锅中水烧开 加入一少食用盐 入个底味 再加少许的食用油护色 把洗干净的麻子菜 放到里面给它焯一下水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 麻子菜里面的草酸 大家一定要切记 我们在吃麻子菜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焯水 麻子菜焯水的时间不易过长 焯个30秒 把麻子菜焯着变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迅速给它捞出控水 然后我们留准备一杯清水 加入适量的冰糖菜 再把冲过水的麻子菜 放到里面迅速给它做凉 这样可以保持麻子菜的颜色 翠绿不变 好了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下面我们往小碗中 打入两颗母鸡蛋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锅中加入烧热 倒入鸡蛋液 炒起来之后 用铲子迅速的给它划散 炒出鸡蛋块 炒得越碎就好 鸡蛋炒出之后关火 像这样就行了 盛出放凉备用 麻子菜过凉过头之后 我们给它取出来挤干水分 放到案板上里改刀 就给它切成小丁 把麻子菜改好刀之后 装在一个大碗中 加入提前切好的葱花姜末 胡萝卜丁和火腿丁 还有木耳丁 炒熟冷凉的鸡蛋碎 还有提前泡染的粉条 给它剁碎 全部都放进来 调味的时候 我们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适量的鸡精 胡椒粉适量 少许的十三香 适量的蚝油提鲜 再淋入适量的小抹虾油 好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 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把调料搅置化开 搅拌均匀之后 香变面的馅料就调好了 看一下 真的是色香味美啊 接下来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 把松制好的面团放上来 不用揉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然后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 取出一个小剂子 放到案板上面 给它揉一下 一直给它揉匀揉光 揉成一个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所有的剂子全部准理好之后 我们取出第一个剂子来 放到案板上面 不用擀皮 用手轻轻的给它按薄 一直给它按大按薄按圆 厚度大约是0.3厘米就可以了 然后放上一份我们的麻屎馅 再给它对着过来 按自己习惯的手法给它包起来 边缘给它捏笼 好了 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接下来平底锅刷入一层薄薄的食中油 把我们做好的尖角生胚 均匀的给它满放到里面 中间再给它摆一个 好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开小火慢煎 把底部给它煎至金黄 大约一分钟之后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底部煎至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沿着锅边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淀粉水 给它没过适量的三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小火慢煎13分钟 直至把里面的汤汁给它收干即可 时间到了之后 又焖了两分钟 然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时候我们往上面淋入适量的食用油 撒入适量的黑芝麻增香 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 好了 像这样一锅 非常好吃又有营养的麻石馅水煎包 就制作完成了 沾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夹一个大家看一下 哇 底部的颜色金黄酥脆啊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非常的酥脆 表皮非常的渲软呀 我们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浓浓的麻子馅的腥香味 加上鸡蛋 胡萝卜的腔味 真的是太香了 看一下 非常的蓬松渲软呀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咬上一口 满是椰菜的清香味 真的是太香了 底部焦香酥脆 脚皮非常的松软 里面的馅料鲜香味又美 加入了鸡蛋 粉条 胡萝卜 木耳 营养搭配也是非常的全面 因为又是发面的 非常的好消化 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哦 真的是好吃美味 还不上火 保证让您吃一次就忘不了 底下的冰花也是非常的漂亮 自从学会了麻子菜这样做 就连挑出的孩子都是抢着吃 出锅连吃一盘都不过瘾 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麻子菜的新做法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哦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好 夏天天热没胃口 今天给家人做了一锅 既好看又好吃的水晶包 以及它的和面技巧和做法分享给大家 保证各个晶莹剔透 不破皮不露屑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下面我们来和一下面 大碗中加入150克的玉米淀粉 或者是土豆淀粉都可以的 然后再加入150克的小麦淀粉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这两种面混合到一块 接下来我们再用刚刚烧好的120度的开水 300克给它烫一下面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 把它们搅成絮状 搅成像这样的大絮状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40克的凉水 给它降一下温 接下来我们洗干净小手 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最后我们给它揉成一个软硬湿针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取出来 下面我们给它放到面垫上面 继续给它揉 就像洗衣服一样 上下给它揉搓 这样很容易就把面团给它揉光了 面团揉匀揉光之后 我们再给它揉成一个圆形 看一下这个面团 特别的光滑细腻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 放一旁给它松弛5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韭菜 提前给它洗干净 控干水分 把韭菜的根部给它切去不要 然后改刀给它切成韭菜碎 韭菜切好之后 装在一个漂亮的大盆里面 先不要往里面加油 先加入一勺小苏打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小苏打 可以使我们的韭菜颜色更加的翠绿不变 搅匀之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熟油 再次给它搅匀 形成一层油膜 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韭菜不出水 而且颜色更加的翠绿香亮 搅拌均匀之后 把我们提前泡上的粉条 用酱油给它拌一下 加进来 炒熟冷凉的鸡蛋碎也加进来 家里面条件好的话 再加入一把虾皮 增加营养 下面我们给它调一下味 加入一勺白色的食用盐 两勺鸡精 一勺白糖 防止我们在吃韭菜的时候烧腥 适量的蚝油 白色的胡椒粉适量 最后再淋入适量的小冒香油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化开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的馅鸟部分就调好了 看一下这个颜色 非常的漂亮 色香味俱全 然后把我们的面团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给它切成大约30克 一个的小面剂 接着再把每个小剂子 给它弹圆 所有的小剂子 全部搓圆之后 放到案板上面 盖上一层保鲜膜 防止外皮风干 然后我们取出一个来 接下来面垫上面 撒上少许的淀粉 大家切记 千万不要用面粉哦 用淀粉我们做出来的水净饺子 才会轻盈剔透 然后取出一个剂子来 放到面垫上面 用手给它压扁 再用个擀面杖 给它擀成一个边缘薄 中间厚的面皮 擀的时候 不需要擀得太薄 看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再放上一份 我们调好的蟹链 蟹链里面 也可以加入适量的胡萝卜 增加营养 放进来之后 用手轻轻的给它压一下 然后把边缘 给它沾上一层清水 这样可以让它捏得更加牢固 再给它对折过来 按自己习惯的手法 给它包成一个包子 全部捏好之后 好了 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非常的漂亮啊 所有的生胚 全包好之后 再均匀的给它摆入一个蒸屉里面 接下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锅中加水 烧开 我们把它放进来 最后再把盖子盖上 大火烧开 上汽即使这五分钟 就可以享用美食了 利用这份时间 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准备一只好看的小碟子 加入一勺葱花 一勺红椒粒 加入一勺脱皮白芝麻 然后加入一小勺生抽 一点点鸡精 少许的食用盐 加入适量的小茂香油 再来少许的花椒油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香醋 少许的凉白开 给它掀饰一下 然后用勺子充分的搅匀 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好 时间到关火 不用焖 我们直接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真的是太漂亮了 个个都是晶莹剔透啊 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馅料 好了 像这样 我们的水晶饺子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再均匀的 给它摆在一个黑色的盘子中 上面再放上我们调好的料汁 当然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 个个都是晶莹剔透的 像水晶一样 哇 尝得我的口水直流啊 拿一个大家看一下 个个都是薄皮打蟹 鸡不破皮也不露蟹 特别的Q弹呀 我们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看一下 皮非常的薄 里面的馅料鲜香味又美啊 韭菜颜色脆绿不变 非常的漂亮 然后再蘸上我们调好的这个料汁 先来提大家尝一下 哇 这个味道简直是绝了 尝尝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入口滑滑的嫩嫩的 馅料鲜香味又美啊 里面加热了韭菜鸡蛋 粉条虾皮 营养搭配也是非常的全面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给家人实做吧 保证让您吃一个就停不下来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水晶包的方法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 对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您放下的小手 帮忙频率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好 这里是刘儿姐美食 春天的韭菜又鲜又内 营养又丰富 今天我们用韭菜给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好吃的家常做法 不蒸也不烤 层层蟹料味纤维 皮软底脆 好吃不油腻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 是怎么做的吧 先来和面 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的酵母 然后加入35度左右的温水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 水要分少量多次的加 把它们搅成絮状 全部搅成絮状之后 然后用我干净的小手 下手把它揉成面团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揉上一个 软硬适中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刚刚揉好的面团 是很难揉光的 所以我们给它放回盆中 干上盖子 放一旁给它松弛5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只漂亮的小碗 上里面打入4个母鸡蛋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入个底味 适量的白醋去腥 加入白醋 也可以使我们炒出来的鸡蛋 更加的蓬松好吃 然后用筷子 松均的把它们搅拌均匀 下面再准备三颗 性感的小香酥 改刀切成小丁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拎起锅 加少许的食用油烧热 把打炒的鸡蛋液倒进来 给它炒一下 倒进来之后 用筷子碎碎的搅散 搅得越快 炒出来的鸡蛋越碎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炒成 像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了 盛出放一旁冷凉备用 然后拎起锅 再加上少许的食用油 把我们切好的葱花 放进来给它炒一下 炒出香味 炸出葱油 一直炸至里面的葱花 微微泛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关火 放一旁冷凉备用 下面我们再准备 五毛钱的头插韭菜 提前给它洗干净 控干水分 用刀把它的根木 给它切去不要 再改刀给它切成韭菜碎 春天的韭菜又鲜又嫩 而且它的营养 也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这个季节 我们要多吃一点韭菜 给我们的身体好处非常多 韭菜切好之后 装在一个大点的碗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0.2克的食用碱 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食用碱可以使我们的韭菜颜色更加的翠绿不变 搅拌均匀之后往里面加入我们刚刚熬好的葱油 再次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匀 这样可以锁住韭菜的水分不流失 而且也能使它的颜色更加的翠绿 搅匀之后 把我们刚刚炒好的鸡蛋冷凉给它加进来 还有提前切好的胡萝卜丁也加进来 最后再来一把虾皮增加营养 调味的时候往里面加入少许的13香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 再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鸡精 最后还有一样 再加入一勺白糖 加入白糖可以使我们吃韭菜的时候防止烧腥 最后再加入少许的小末香油 好了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给它搅滞化开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的韭菜鸡蛋馅就调好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这会儿我们的面团也松制好了 然后给它取出来 放到案板上面给它揉一下 揉匀揉光 稍微揉一下之后再给它搓成长条 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取出一个剂子出来 放到案板上面 稍微再给它揉一下 揉好之后弹一下 然后再给它搓成长条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 取出第一个整理好的剂子 用手给它压扁 再用个擀面杖 给它擀成一个牛舌状 两边给它擀 大家切记 擀的时候不需要擀得太薄 厚度大约是0.2就可以了 再把两边我们也给它擀薄 中间我们给它放上 我们调好的馅料 喜欢吃菜多的 我们就多放一些 再用个勺子 均匀的给它摊开 铺平 在两边给它折过来一公分 接着我们再从鱼头 慢慢的给它卷过来 卷的时候 尽量给它卷紧实一些 卷到尾巴处 给它抹上一层水 这样可以让它粘得更加的牢固 稍微整理好之后 然后再用刀 从中间给它一分为二 好了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制作完成了 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电饼铛预热刷油 不需要刷的太多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然后把做好的生坯 一个一个的给它均匀的 把它放到电饼铛里面 全部摆进来之后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小火慢煎 把底部给它煎至金黄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来调一个电粉水 小碗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加入半碗清水 加入50克的石松油 然后用勺子充分地给它搅拌均匀 大家切记 这个电粉水 我们一定要给它调细一点 千万不要给它调得太稠了 大家看一下 底部煎至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我们调好的电粉水 给它均匀的浇到里面 电粉水的量没过生坯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然后把盖子盖上 开水煎包模式 给它煎15分钟 直至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收干 就可以享用美食了 时间到了之后 又焖了两分钟 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 各个像一朵花一样 用手按一下 非常的蓬松渲软 然后我们夹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哇 底部颜色金黄呀 外皮非常的松软 好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盛出装盘 哇 忍不住了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不用我多说 大家听到声音就知道好吃不好吃了 底部焦香酥脆 表皮非常的松软 里面的蟹料 鲜香味又美 真的是颜值高 味道棒 好吃也不油腻 因为又是发面的 特别的柔软 好消化 真的是层层裹着馅料啊 一层比一层香 自从学会了韭菜的这个做法 我家孩子各三叉五点名要吃 真的是太香 太好吃了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发面 里面加热了胡萝卜鸡蛋 虾皮 营养搭配均衡 特别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哦 再搭配上一碗小米粥 或者是豆浆 早餐就解决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吗 保证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你发贴的小手帮忙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好 把一碗玉米面倒进鬼烫的开水中 瞬间变美食 蓬松柔软易消化 出锅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三天不吃就馋得流口水 做法非常的简单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进锅烧火 加少许的食用油 烧着之后 用个刷子注意能够的涂开 接着往里面加入100克的清水 20克的白砂糖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把白糖搅着融化 烧开之后 把我们准备好的100克玉米面倒进来 玉米面经过开水烫一下 这样吃起来更细腻香甜 我们一直给它搅拌至 没有干面粉颗粒就可以了 搅好之后 我们给它倒在一个大碟的碗中 稍微给它晾至30度左右 晾至微热 往里面打入两颗母鸡蛋 三颗的酱母 先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接着再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如果感觉有点干的话 可以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清水 全部搅成大穴状之后 然后往里面加入20克的石中油 下面我们洗干净小手 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最后我们给它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 防止外皮风干 放到温暖处饧发至原来在两倍大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前腿肉 洗干净之后 先改刀给它切成小块 我们最好选择三肥七瘦的猪肉 这样吃起来才香 猪肉切好之后 装在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搅肉机里面 然后把盖子盖上 然后插插电源 我们给它打个肉汽 给它看一下 三下五除二我们的肉馅打好了 像这个状态就行了 然后我们给它倒出来 倒入一个漂亮的大碗里面备用 然后我们准备一把香菇 洗干净之后放到案板上面 先改刀给它切片 如果家里面有干香菇的话 效果是最好 再切条 最后给它切成香菇丁 香菇丁全部切好之后 装在盘中备用 然后再切适量的胡萝卜丁 装在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性感的小香葱 然后改刀给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之后 装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肉馅给它调一下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 鸡精 白糖 生抽适量 蚝油适量 一点点老抽上色 适量的五香粉 然后分少量多次的 倒入适量的葱姜水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化开 把葱姜水吃到肉馅里面 最后我们一直把肉馅给它搅打上劲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们切好的胡萝卜丁放进来 香菇丁 还有葱花 全部都给它放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小茉香油 好了 再次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玉米面也发好了 看一下 满满的蜂窝组织 像这样就说明发好了 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 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 然后再给它进行揉搓排气 面团揉好之后 我们给它整理成一个长方形 再取个擀面杖给它擀开 最后我们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厚片 厚度大约是0.5就可以了 接着把我们调好的肉馅给它放进来 再给它均匀的摊开铺平 全部摊平之后 然后再从一头慢慢的给它卷过来 剪好之后 稍微用手给它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从一指宽处给它切上一刀 大家切记这一刀不要切断 然后电饼铛预热烧油 不需要烧油太多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烧匀之后 把我们的生胚均匀的给它摆进来 所有的生胚全部摆进来之后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慢煎一分钟 把底部煎至金黄 一分钟之后 我们把底部给它煎至金黄 看一下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沿着锅边 往里面淋入适量的开水 水个量没过生肥的上面之一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开水煎猫模式 煎13分钟 好了之后再煤上两分钟 就可以享用美食了 做这道美食的时候 我们尽量选择这种玻璃盖 因为玻璃盖可以随时观察里面水的情况 时间到了之后 又煤了两分钟 然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打开的时候 先不要一次性打开 我先轻轻的给它放一下气 这样可以防止塌陷回缩 等气放的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再把盖子迅速给它拿开 哇太香了 颜色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满屋飘香啊 一股浓浓的玉米面的清香味扑鼻而来 用手按一下能快速回弹 像这样就说明熟了 然后我们给它盛出装盘 好了 像这样一盘非常好吃好看又有营养的玉米面肉笼 就制造完成了 当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底部颜色 焦香酥脆 表皮非常的松软 我们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哇 真的是太香了 里面非常的蓬松鲜软 肉馅鲜香味美 还有一股淡淡的玉米面的清香味 里面加入了鸡蛋 胡萝卜 香菇 玉米面 营养真的是超级的全面糕 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 因为又是发面的 非常的好消化 每次玉米面这样做 把我家邻居的孩子都残酷了 真的是太香 太好吃了 出锅就连挑食的孩子都能吃上两三个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 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又非常的有营养 自从学会玉米面这样做 我家就不吃馒头包子了 三天不吃就馋的流口水 当早餐最适合不过了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玉米面的新做法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哟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